哈囉大家好 要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下禮拜活動非常的簡短 但還是有重點的喔 第一個 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會有一個挑戰任務 傲慢的二童 他就是塔之魔神 簡單來說一共會有十個關卡 那玩家們沒挑戰第一層 就會開啟第二層 那到最後第十層的時候 一定會掉卡片 那掉的是這張最初的人造人 普萊德 然後來到禮拜三的時候 會有全新的合作戰利級 落落強食的法則 打的是奧利維米拉 阿姆斯狀這張卡片 那我之前GNN介紹有講到 我覺得這張跟我們這次系列的大獎比較難搭配 可是這張算是還不錯的技能 他同時可以處理凍結 又有嘴打 又有加combo 算是一個功能性非常高的一張卡片 那再來禮拜五的時候 會有兩個重點喔 那第一個就是禮拜五十二點一過 一到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這次合作的系列卡俠 抽到大獎的機率將會提升 然後如果司卡玩家們還沒有通關的話 其實可以等下禮拜大獎機率提升的時候去抽 其實抽到我們大獎哥哥跟弟弟的話 要通關司卡的這個關卡是不難的 阿司卡這張卡片是真的蠻好用的啦 雖然司卡的關卡在下禮拜一就關了 但是司卡會在合作期間內會再次開放一次 所以想要等加倍再抽卡的玩家們也不用擔心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禮拜五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複科的地獄集 什麼 是複科的 沒有關係 這次複科的兩張卡片我都覺得非常的好用 第一個是張角 第二個是西施 尤其是西施的部分 建議玩家們都要打一張 練到滿等滿機會比較好 尤其你有秦始皇的朋友們 以前非常多的攻略秦始皇都會依靠西施來去破五鼠盾 如果體力有限的玩家們 那張角我覺得還好 那西施就真的一定要刷 好 那再來是日常的部分 每天登陸送魔法石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時候都會有一顆 一共可以獲得五顆魔法石 至聖的全員 在禮拜六禮拜日登陸的時候 還會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最後一個 體力滿滿 在下個禮拜會有兩個時段 在以上時段使用魔法石回復體力 都會獲得額外的再一管體力回復藥劑 那兩個時段一共可以額外獲得兩管 好 那麼下週的活動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那這個下週活動懶人包下面是有提到 那遺跡特許的特殊活動關卡這一週就要結束了 啊這些關卡打完都是有手通一顆魔法石 讓大家記得要去打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